因應大陸 H7N9的疫情 行政院長江一華 特別出席了疫情指揮中心的第一次會議 雖然臺灣目前還沒有傳出病例 但還是希望衛生署要持續監控 加強中央跟地方之間的聯繫 隨時掌握各地的防疫工作 按部就班度過這一回的流感疫情 晚餐時間疾管局會議始終坐滿人 桌上放著便當也要邊吃邊出席 H7N9流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第一次會議 就怕疫情連環報行政院長江一華也親自作證 雖然現在並沒有什麼疫苗 可以針對H7N9來做救治的工作 但是我們有一些相關的 譬如說客流感等等 是能夠派上一定的用途 再加上我們的健保 還有我們的這個傳染病的醫療體系 也是相當的完整 在國際上素有聲明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一次的因應流感 的這個作戰之中 我們一定要做好所有的準備 儘管衛生署已經將H7N9流感 正式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不過兩岸交流頻繁 雖然還沒確認流感是否有人傳人的疑慮 但面對可能發生的疫情 衛生署也防患未然 聯繫全台各縣市22家應變醫院 清點防疫物資 盤點他們的防疫物資 是不是足量 另外一個他們對於他們的人員 要再進一步的訓練 他們的願感的這些措施再度熟悉 如果他們的醫院要收治病人的時候 他們相關的病房是不是應該要 怎麼樣來騰出來做好這些應變 應變醫院從3號開始將備妥 471間隔離病房24小時待命 根據衛生署統計N95口罩的全台庫存量 還有328萬個 全身防護衣也有75萬件防疫物資層層到位 在台灣尚未傳出疫情之前 預先做好萬全準備 郵件TV綜合報導